好 另外带你来看综艺天王诸葛亮呢 在6号的时候南下高雄来替议员候选人站台 当然了这个招牌马桶盖发型一出现 立刻就吸引了附近民众跟助选员来争相拍照 而眼睛的诸葛亮还在竞选总部发现了一位 长得酷似女儿谢金燕的助选员 只说好巧也让竞选总部笑声不断 综艺天王诸葛亮6号现身南台湾 替国民党市议员候选人站台 招牌马桶盖发型一出现 街坊邻居都违讯前来 要一堵综艺天王的风采 那我现在会不会觉得很高兴 很快去啊 不然等一下走 很快 我们判断的老师在判断我 我没有出现去我就有热 我就有热 今天又转床好热到这里 大选将至 诸葛亮不怕被贴上政治标签 特地南下站台 路过民众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围观 诸葛亮一现身 婆婆妈妈抢合照要签名 立刻成为小粉丝 而这位笑脸迎刃的长发助选员 也被眼尖的诸葛亮发现 长得酷似女儿谢景严 在板子上签上大名 诸葛亮情意相挺 热情南下还巧遇明星脸助选员 让白热化的选情增添不少趣味 周天新闻 陈胜义黄佩如高雄报道